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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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你逃跑的过程 陈宇什么时候开的枪 你们在怀疑什么 不信他呀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在线上 将你抓获归案 他问了你些什么 正常的程序 刘队问的没错吧 你干吗这么大反应 是不是你当初 有别的想法 没有 我就是想让他活着归案 辣椒要吗 少来点吧 不要想惨了 来 老板娘 你家对着对面药房的监控 只有这一个吗 就这一个 这些可以吧 这家店总来不三不四的人 昨天下午你们来之前还打架呢 你们要的乳酸甜饮品啊 谢谢啊 吴正风 你看时间 报案中心接到举报电话的时间 是下午三点零四分 报案的位置就在云慧大药房附近 所以我怀疑是吴正风包的景 很有可能啊 说说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开发区 一个废弃的化工厂 追准雨 Aer发行 去那儿干什么 找老爸买货 怎么约的 我查过了 红师求客去 黄大仙 让我去那里交易 你举报了八旁的药店 然后黄大仙再约你交易 我没听错吧 再想想 想撒谎编圆了 在脑子里先过一遍再张嘴 说实话 你确的是去买货吗 老板娘 您这洗手间在哪儿 有点远 这个路口右准一百米就到了 谢谢啊 陈副总队 对 方便 去见你一趟吗 县长后备箱烧毁的货 起码有三项 这么多货 交易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交易 我就是去买药的 我怎么会知道 他带那么多货 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是个局 他要点我 我肯定要跑啊 老爸他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八旁为什么要对你做局 前一天我去找黄大仙买货 他没有卖给我 还让手下的人把我打上了 等到第二天 我去药店买铁打药 我发现老爸的店里边有大黄胶囊 所以我就举报他 为了报复黄大仙 但没有想到黄大仙又要卖我药了 并且通知我当天晚上九点多 让我到那个废弃工厂 让我去跟老爸交易 等我到了现场以后 老爸告诉我 他们准备 把那一天 未想餐厅死人的事情 栽赃给我 那黄大仙为什么要栽赃你 我怎么知道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就给你三天时间 你把那批火都给我除干净了 要不然 咱们都留在云和一起等死 云和太小了 三天 根本吃不了那么多的货呀 这 但 别的地方可以 阿灿 阿灿可以 你 你认识他 但是 他是东哥的丸子 那是东哥的馅儿呢 但是 我们就这一次 我们拿完钱就跑路了呀 行 帮我给家 帮我给家 根据吴振风的血检报告 我们进行了DNA比对 确认了 九号当晚杀害胡信山 现场找到的头发 就是吴振风的 同时 杀害胡信山凶器上的指纹 也是吴振风的 报告 进来 陈副总队 这件事除了我还是谁知道 没有了 我直接先到您这儿了 我不知道 看看谁会报 不管什么原因 都竟想选择进度专业 都是你自己最终的选择 对吗 然然是吧 你都第几次进来了 一个女学生抓毒贩 多危险啊 家里父母也不管你 你父母呢 死了 两年前 独家司机 撞死了 对不起啊 然然 马上要高考了 回去好好复习功课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 有没有想过考警校 禁毒专业 禁毒专业 我相信你 一定能分清情感和职责 当然 当然 我明白 我是一名警察 政府总队 我先走了 好 说说卫小餐厅吧 你去过吧 没有 认识吗 认识吗 不认识 我 你 browsers 我 肯定 Espry 你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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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暇虎 你连虎 有什么 你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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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海伪 自己评评 看看是不是你这块掉下来的 自己评评 看看是不是你这块掉下来的 毒瓦是我兄弟 可是你爸的死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 你 你千万别告诉东哥 我背着他做药 等 等要是知道了 我就死定了 我要见东哥 你只要敢告诉东哥 我做这个 我当然是你 我只想知道东哥在哪儿 原来你也不知道东哥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赶紧滚 你以为你不告诉我 我就找不到东哥了吗 我看你是躲多久了 怎么 想杀我啊 来啊 动手啊 动手啊 是 我那天晚上是 去过胃墙餐厅 但是我没有杀过秦山 那你去干什么 我去买药 买药 先是像黄大仙 又是胡秦山 你骗谁啊 不是 我跟你说了 我没说假话 我真的是去买药 线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对比得很清楚 我 吴正风 你怎么解释 胡秦山死的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那天晚上 我到柳岗桥的一鸣传转乡 找华纳仙拿大黄酱拿 他没有卖给我找人打伤我 对 他给我下药了 他在酒里边跟我下药了 所以我那天晚上是断片的状态 我记不起来了 但是我可以保证 我真的没有杀胡锦珊 我没有 你是怎么认识胡锦珊的 你是不是知道他志多 还有 他的团伙都有谁 警官 黄大姐 胡锦珊 老爸 我全都认识没错 但是我真的没有犯过毒 我根本没杀过人 我是因为看到你们的检查同胞 所以我过来自首 我相信这 我相信你们警察可以调查清楚一切 而且我一直在配合你们 对吗 我们在云汇大药房隔壁的山西面馆 调去了监控 发现在巴鹏死亡 当日的下午两点四十分 吴振风进入了药房 在他进去的二十分钟之内 里面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到下午的三点零三分 吴振风离开了药房 零四分 报警中心就接到了举报电话 后来经过核实 报警的位置就在云汇大药房附近 所以可以证实是吴振风暴的警察 所以可以证实是吴振风暴的警察 一个吸毒的为什么要举报卖给他毒品的人呢 还有 他是怎么认识胡信山的 他都没有交代 根据我对他的审讯 我认为他这次回来所做的一切 跟他三年前父亲的死一定有关系 我提出过病案检查 他没有完全交代 这是肯定的 我们之前接触过了毒贩 只要没有人当据获 一定是狡辩 而且一定把案件引导到 有利于他自己的方向 所以还得查啊 提两点啊 第一 在胡信山的死亡当晚 吴振风的行动查清楚 第二 尽快地给我找到这个黄大仙 挺晚的 咱会吧 不愉快 吴振风的行动 智力 因为这家人 你怎么发现 但是你怎么发现 你怎么发现 是猜 Yup 对 你是猜 现在 那姓 你看 来 进来 刘 刘队 我想知道 审讯当中您为什么让我出去 是不信任我吗 不信任你会接着要你来这儿 想什么呢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一早和杨毅去找找那个 什么串丝相 雷雷 抓着吴振风 我想把三年前的案子也审清楚 不想就这么不清不楚的 不清楚什么 一犯被当场击毙 吴振风逃往境外 你为了把他追回来私私出境 犯了严重的错误 借于你年轻保住了这身寝妇对吗 我把他抢进审的电视 我把他抢进审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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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的电视 你把他抢进审讯审讯审讯审的电视 对吗 我询问他你抓捕他的细节 是在保护你 毕竟你开了两枪 对吧 两枪 对对 这个事情我解释过了 我相信你的先生 他是目前大黄交难案的 唯一线索 但是鉴于你曾经给他 透露过行动消息 所以要避嫌 没错吧 你问问你自己 在你心里到底是三年前的案子重要 还是现在的大黄交难案中 先别急着回答我 你自己好好想想 好 走 净毒道地的陈警官 干嘛 买了你最爱的小姨 煮不煮 我不是说了吗 十点以后就不用等我了 累了 不吃了 站住 嗯 什么事啊 还开了很久 你怎么了 还想跟你今天庆祝一下 你抓到毒贩了 杨毅说话 我哥 他这么守规矩的人 你呀就不用跟我保密了 咱们见本来就不大 你们下午不是还发了协助通报吗 这几天全是你们警队的消息 我今天抓到的人 这是昨天我跟你说的 我小时候那个邻居 好事啊 至少 你可以把三年前的事情 和你同事说清楚 省了一晚上了 越省越冷 扫兴 我看你根本没有心思陪我喝酒 算了 你呀 赶紧去睡觉吧 我告诉你 到了禁毒大队 可不比再派出所 你赶紧去洗洗睡了 剩下的我来锁 还有 你别再把你那警队的情绪 带到我这儿来 你听见没有 知道了 你小心 花 看到花了 这扇门好像有点色了 色了还不找人去修啊 找人 你怎么也让不修啊 我哪有时间啊 你这样 告诉小张 我拿找人去修去 行 你小心手啊 我哪有时间啊 他不知道 你还不够 这种又是男生 为什么 你去找柜生 是女生 都不来 你是要脑洞 是你去找一个人 那儿 你去找一个人 我得到你去找一个人 我会想到你去找一个人 我再批养 那儿 我能理解你 那儿 是 ihre兴免你 我怎么说了 让你小心点 自己找死 先别着急 二两个 我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我说了实在不是 你给我回来 不是 二两个 你听我说 我知道有个小婚婚 她以前是黑的人 之前她偷了东哥一批货 现在她人就在截图所里面 我要去找她 金雯 谢谢你们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回去我好好管教她 出来就行了 以后别沾毒了 陈宇 走 怎么 怎么样 赶紧的 什么情况 找你帮个忙 查查查 查什么呀 查监控 哪儿的监控 九号晚上 六岗桥路口 这儿还有其他角度监控吗 没有 这个路口就这一个监控 这个图像能放大点才清楚点呢 这已经是最高潜了 毕竟案发现场和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距离 来 看下个路口 快进 这对快进二十分钟了应该没了吧 这儿离案发现场多远 这儿离案发现场多远 大概两百米吧 小光 来 靠路 撑 好 查监控 什么人 来个人 帮我出去 来个人 小哥 你点我的时候 没想到我有今天吧 谁点你 我怎么可能会点你呢 你 那那天找长毛药药的是谁呀 没事 我说 空啊 我说 我说 江蕾江蕾 他是 digo格他 sagen的人 我那天查查把我打死 我不说不行啊 小哥 我知道错了 你放了我吧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本来我还可以等你 可是你点我 那就不能怪我了 小哥 小哥 你给他点 小哥 大小 我们是兄弟 王大小 王大小 你放了我 不是他有私情啊 照片里的人见过吗 见过见过 这是当晚挨打的那个 是8月9号晚上 在这儿打个架吗 嗯 就是8月9号 具体打架的地点 还记得吗 从今儿这块 打架了为什么不安 你看他们 动手没多久了 玩都跑步了 然后我一看周围 打碎东西也不多 就自认倒霉了 小买卖 多一事真不如少一事 行 了解了 有什么情况 及时到这里汇报啊 这事这么早 谢谢你啊 今天几天没了 这都三天了 能找到什么线索啊 114 车主电话 这不写着呢吗 打电话 我妹说了 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 我感觉你有点影响到她了 本来你俩这事不该我管 啊 但没办法 我就这一个妹 你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 听着没 喂 你好 谁呀 阿姨 我是口声朋友 她在家呢 你找她 你找她 好啊 帮她跑 雷哥 雷哥 我错了 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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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边 又将来 雷哥 雷哥 有 雷哥 雷哥 大家注意看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十点零七分 大家再看 四十分钟之后 吴振风从原地又爬了起来 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四十七分 吴振风没有送完时间 那我们在现场找到的指纹 跟毛发怎么解释 我认为不排除被栽赃的可能 你想说什么 画面中的两个人 接触到吴振风后迅速离开了现场 打斗过程中 两个人的动作有很大的嫌疑 我放一下上一个监控 大家仔细看 我们是否可以推断一个人是在取头发 另一个人是在取指纹呢 如果我的推断成立的话 那么胡锦山案的真凶 很可能就跟这两个人有关 只要找到这两个人 就能找到杀害胡锦山凶手的线索 偷偷的货 要让警察给抓了 警察问没问你 在哪儿买的货 跟谁卖的 你怎么说的 我 我声音都没说 我说那个药 是我自己吃的 不是卖的 我告诉你 一会儿厨绪不敢见到谁 你知道怎么说 我 吴振峰说在一鸣串串乡 是跟黄大仙打架 在公交站是和黄大仙做交易 多文 对比这两天的视频 已经对比过了 黄文林 山西临分永和县人 去年来的我们县 确认了安然 到 再审吴振峰 确认一下这个黄文林 是不是他说的黄大仙 是 还有 喂 王苏 你们继续 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 是 你说的黄大仙是这个人吧 是 我查了 九号晚上是你先动手的 那天在一鸣村的巷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建哥 听说你这里有很多大黄 怎么办啊 你跟谁说我了大黄 我俊山 你都找到他了 你找我来人吗 他说他只管做 你管买 你不是来买药的 我不是来买药的 我来找你干嘛 怎么找我 叫我丰哥 就是我找黄大仙买货 跟他砍价 没探了我 就打起来了 后来 他给我下药 然后 我就晕过去了 不记得了 他给你下药 他给我下药以后 他给我下药以后 我所有的意识都是模糊的 所以我完全记不清 后面发生什么 如果说他要栽赃我的话 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事情 你这个情况啊 我们会尽快帮你落实 那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就会 来了 华哥 这么快 什么情况 合十了 请钱 欠了将来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对 那也不能动手打人了 验尸了吗 验尸 请问医生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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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警服他 传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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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对不起 我这外甥一直是疏于管教 咱们带孩子先去医院看看 所有的医药会我来 他太过分了 冲动我们家就打呀 他帮我刺打我儿子 你看看他帮我儿子 你打听啥样子 是我确认的 不要告诉他 不要告诉他 行了 我说算了就算了 我没完了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他为了谁呀 这点钱你先拿着 到医院看看 如果不够你再跟我说 我再陪你 检查检查啊 您拿着 小黄 先把处罚手续给办了 你告诉我 人和还有哪个派驻所所长不认识你 您自己说 就 对不起 我下次不这么做 每次你都这么说 哪次你做到了 还嫌我身少吗 就可 我保证 少了这套 你说你也待不了今天 能不能在去见你妈之前 别再给我惹祸 对不起 忍住 去哪儿 不认识 顾余家 你回来 你妈什么时候给雷米十万过去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想买摩托车 不敢跟你说 我就跟我妈要了十五万 那五万呢 吃了 喝泡泡 救救救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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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特别忙 少出门 少给我惹祸 我现在就记证件 把车买了 千万别告诉我妈 求你了 你说她要栽赃你 你还要栽赃你 有证据吗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她不归案的话 你的嫌疑可就写不清了 我说的 黄大仙 有一个酒吧 那酒吧里 也买大黄奖了 但是她不常去 别碰 什么酒吧 莫营酒吧 你昨天为什么不说 你不是说了吗 抓不到黄大仙 我就没有办法洗脱嫌疑 但是陈宇 就算我告诉你了 你们一定 也是搜不到火 还记得老爸那次吧 那天我亲眼看到他的店里边 是有大黄教堂的 可是你们的人去了以后 什么都没搜到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我明白 记了 记录得清楚一点 你能不能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包括三年后 你为什么突然回到银行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这还是基于 三年前我对你的人生 三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确定 洗完了 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 杨姨 如果有一个不确定的线索 需要查实 你觉得行不行 贤哥 贤哥好 老爸叫你过来的 是啊 老爸 老爸跟我说了 要是找不到他 就来这找你拿货 老爸不知道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